Hello大家好 我是张艺瑶营养师Tony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蓝莓燕麦优格饮 事实上就是一道果席 那这道果席的变身 事实上就是从早期的 所谓的精力汤所演变而来的 那早期的精力汤 因为比较多的是一些 生冷的一些有机的蔬菜 所以我们务必要加上一些 优质的蛋白质跟好的油脂 所以我们今天最基底 当然用的是优格 那优格经过有益菌的 长时间发酵之后 它的乳糖会降低 同时产生的乳酸 乳酸对于钙质的吸收 又是好的 那同时也避免了 乳糖不耐症的一个状况 提高了我们的优质蛋白质 水果我们选择的是 蓝莓跟香蕉 那蓝莓呢 本身它有很棒的花青素 它帮助我们清除 所谓的自由基 预防身体的发炎 同时蓝莓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但是记得哦 要用的是冷冻蓝莓 打起来就像冰沙的口感 香蕉呢 它富含很棒的果胶 它对于肠道的乳动 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有一个它的特殊的香气在 也会让果胶变得更好喝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燕麦片 那我们知道燕麦片 也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 是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所以它对于我们整体的 一天的纤维的摄取 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最后再加上这个坚果 坚果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天然的好油脂 可以让这杯果胶当中 把蛋白质跟油脂的部分提高 就比较不会那么深冷哦 所以它在当做一个很简单的早餐啦 或者一个丰富营养的一餐 都是很棒的选择 好 打果胎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放的顺序哦 通常我们一定要先从硬的东西先放 它压在下面啦 待会打起来才会均匀 所以最硬的就是坚果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冷冻蓝莓 好 第三个呢 我会先放燕麦片 燕麦片我们经常待会 把它压在最底下 再来我们放香蕉 那因为这根香蕉比较大一点啦 所以我大概会放半吃就好了 好 放半吃的香蕉 最后呢 再把这个优格把它倒进来 好 这个大概有500cc的优格的分量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然后大概打一分钟就可以了 快速的打一分钟 哇 是不是很漂亮 颜色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哦 它里面包含了有优质的蛋白质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优格 有很好的油脂 来自于我们综合的坚果 另外呢 还有两样的水果 就是蓝莓跟香蕉 以及高鲜的穀物 就是我们的燕麦片 所以早上啊 有时候匆匆忙忙 要赶着上班 赶着上学 对不对 简单 打一杯这样蓝莓燕麦优格而已 就是一个均衡完成的早餐哦